很明顯場上有時候會有點消失 有點遲 這一球切入是吸引到哨音出現了 古毛維嘉要來挑戰三分 很低的跳投 這球也是力道進 古毛速度很快 來到外圍李漢森出現了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三分九局 緊合大體系 其實他的傳球視野被人家看到 但是其實他的得分能力是有點被低估的 李漢森找到了一次的機會用打板 這球想要給的暫停落後 結果球權是在來剛便宜的手上 第一彎球再次找到胡凱翔 假傳以後自己來中距離的跳投把握住了 李漢森 可以到呂森兒 這球有點差點暈掉 但是轉身要來面對籃框還是擺盡了 今天其實玉龍確實在整個防守端 腳步上跟得比較積極 尤其是今天台南的這邊 球的流動我覺得是 郭忠波 把這球發生了失誤 前上有一個快攻的機會 五毛速度飛快 來到了左手的上籃得分 想要找機會切入就是找不到機會 就給榮宏妍面對班爸的防守 這球投進了 結果領先最大物體了 應該是在防守 五毛的速度還是很快 用飛身上籃的方式再把兩分要回來 來剛列印還有九秒鐘的進攻時間 這球以後橫移的代夫跳投 這球轉了幾圈 總算轉進去了胡凱翔 走兩關了 排鋼的球員腳步似乎真的是有一點沉 就是除了古毛和呂濟兒之外 很明顯的對比 沒錯 總算是投進了一擊的外線胡凱翔 實的表現 我覺得其實今天班爸的氣圖心 他其實打法並不是特別的 把球拿在手裡 除了開設做了幾個post play 這個可能不像是班爸 可能是某個NBA 涼將啊 對 NBA等級的球員 第二節比賽還有最後的36秒鐘 首次元切入以後飛身上籃 被吳宏欣蓋了個火鍋 再來上半場比賽 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這一球 這個球應該有機會進算喔 上半場這麼亮眼 可以說自己越打越有信心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台剛在內線的防守 真的必須要加加油 吉爾 右邊以後往進去裡面去切 反手的上籃得分 沒有任何哨音出現 古毛為將 吉爾流到底線的拋頭有了 手上班爸要來硬打進去嗎 這球又被摸掉 這邊上有一次快攻的機會 本把來得很快 這是呂季兒自己來盡算N1 李漢森 文潔瑜 接入以後再尋找隊友 地板球找到又是呂季兒 55比47 用一個變相 自己來搖到犯規 N1的是李漢森 力道過大 呂季兒抓死下籃板球 要得分 要控球 要抓籃板 外圍再次嘗試 這次有了 這球又發生了失誤 建偉如 開拳輸外圍的出手打板擊 台康列銀的另外一次進攻機會 李漢森比一下以後 自己外圍的出手這次掌握住了 自己在得分上面的干漢棋 這下半場玉龍的失誤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球是假傳一下以後 輕鬆的上籃得分擺 他有沒有印象 在先前中華隊在打死就被資格塞 在澳洲那個階段 中華隊一場比賽平均大概 先看這個球 這板球發進來 現場要來接近一次的快攻 給到了胡凱翔 飛身上籃 團巴在後面但是沒有 如果真的還行 趕快醒過來 這時間絕對還來得及 他們首先必須要先把整個防守段先做好 但是在這個時候 這場比賽尤其在下半場 在玉龍這邊真的是 團隊進攻是非常 但是古老維嘉 在這個時候也找回了自己的存心 我們就先把那些震草